来,小心 蓝望鸡轻松提报起魏英放到马车上 引着他低着头坐进去 自己也跟着上了马车 那一晚 魏英跟着蓝望鸡见了他所有的手下 那些前缘个个都很是厉害 信箱有的霸道有的独特 但魏英却觉得自己身上那来自夫君大人的淡淡烛香最是好闻 蓝锦衣带头喊魏英主君 其他前缘看蓝望鸡是一脸纵容的温和 便也跟着起哄起喊 羞得魏英抓着蓝望鸡的手不敢放 寸步不离地跟着 蓝望鸡反手牵住他 低声安抚道 别怕 夫君在 又对其他人说 你们别逗他 那些下属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不厚道地扑吃乐了 蓝丝追看小主君 都要整个人躲到主子身后去了 连忙打圆场 今日是主子的大喜日子 咱们不醉不归 来来来 喝酒喝酒 趁老大解了酒劲 喝饱 满上满上 蓝望鸡也不阻止 只带着魏英在主位坐下 给他加了许多昆泽爱吃的菜 尝尝这些菜 看喜不喜欢 魏英看他的右手被自己抓得紧紧的 只用左手夹菜 却运用自如 不由满脸钦佩之色 夫君大人好厉害 话这么说 手还是没放开 蓝望鸡也没说什么 直到 先用膳 嗯 好吃 魏英用右手夹着菜塞进小嘴巴里 吃得不亦乐乎 蓝望鸡看他哪个菜 吃多一两口便多加些 那些魏英只吃了一口就不碰的菜 便直接加进自己碗里吃了 魏英不好意思让他吃自己的剩菜 连忙也加许多他认为好吃的菜 放到蓝望鸡碗里 看着他一口口吃完 高兴地笑眯了眼 那时 魏英从未想过 这个先被他抓着手不放的男人 就这般纵容着反迁住自己 一纵 就是一生 就如那时候的他从未想到 他身边这个面不改色吃完碗里 所有他家的菜的男人 竟从不吃辣 等他知道 他已经陪自己吃了半辈子的辣菜了 半年后 魏英蹦蹦跳跳地跑回静市 到了门口 立刻放缓脚步 慢慢走到书房门口 敲了敲房门 夫君大人 你在吗 嗯 里面传来蓝望鸡的应答声 魏英轻轻推开门进去 蓝望鸡正低头处理公务 看他进来 抬头看过去 阿英 你不是去喂小兔子了吗 魏英坐到他旁边 一边像平时那样给他摸摸 一边笑眯眯地说道 夫君大人 碧瑶跟我说了 今日是你生辰 蓝望鸡嗡了一声 然后 那你怎么能不告诉阿英 阿英生日的时候 夫君大人送了好多我喜欢的礼物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魏英嘟起了嘴 蓝望鸡实在 拿他家这爱撒娇的小昆泽没办法 只能答应 我尽快处理完这些 晚上带你去放烟花 真的吗 是我生日那天放过的吗 魏英惊喜问道 至今难忘那晚 蓝望鸡为他点亮满天彩星 好像无数的夜明珠 散落天幕 击退了无边夜色 留下璀璨光滑 嗯 蓝望鸡手中笔不停 行云流水写下自己的批复 近两个月 长老院里送来的公文多了一倍 某种信号已经出现了 可是 可是 魏英高兴完才想起来 这是夫君大人生辰 给自己放烟花怎么行呢 他可不能坐不体贴自己前缘的坏昆泽 但是 他又不想学金主君那样 在家主上月生辰时送了一个漂亮昆泽做礼物 虽然他偶尔会听到蓝家下人们夸金主君贤富良富 称其有大家之风 侍奉家主 那是处处妥贴周到 这才是好昆泽的模范 可以想到 有其他昆泽危在夫君大人身边 与夫君大人一起用膳 还会没完与夫君大人一起做羞羞的事 他就想哭怎么办 怎么哭了 蓝望鸡把突然默默流泪的小昆泽抱在怀里 给他逝去泪水 心下叹气面上 却不醒 还真的变成小朋友了 怎么动不动就碍掉金豆豆 我 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总是想哭 夫君 我想吃甜酥鸡了 魏英窝在蓝望鸡怀里 娇声道 真是个小朋友 罢了 你先去换衣 夫君做完这一点就陪你出去吃 蓝望鸡放低声音哄着 那我现在就去换 魏英得到承诺立刻说道 去吧 不准跑 蓝望鸡看魏英站起来就往门口小跑 立刻提醒道 哦 知道了 魏英立刻放慢速度 慢慢地走回房间 蓝望鸡摇了摇头 再次低声自语道 真的养了个小朋友 蓝望鸡带着魏英去吃了心心念念的甜酥鸡 又带他去放了五颜六色的烟花 看着满城其放的灿烂烟火 魏英不顾街上其他人好奇惊讶的目光紧紧搂着蓝望鸡的手臂 仰头望着漫天花火笑得又满足又快乐 还不停把空中绚烂绽放 形状不一的烟花指给蓝望鸡看 夫君 你快看那一朵 是牡丹花 还有这边这个 是 是兔子 啊 他使劲摇着蓝望鸡的手 眼里亮晶晶地闪着光 夫君夫君 那是小琵琶是不是 嗯 蓝望鸡看魏英这般开心 自己也挑起了嘴角 时而看向魏英所指的花火 时而凝视着旁边笑得开怀的小昆泽 与望鸡在一起的是谁 河畔酒楼上走出来透气的蓝溪尘望着天桥上的绝色昆泽 拧了一下没问旁边站着的苏舍 苏舍顺着蓝溪尘所看方向望去 看清了正欣赏烟花的两人 心下一惊 转头去看蓝溪尘 他眼里满是被惊艳后的志在必得 苏舍小心翼翼回道 这属下也未曾见过约目是蓝统领的主君吧 苏舍你怕是傻了 蓝望鸡何时娶了主君 他向来不进昆泽 除了半年前主君送过去的那个昆 蓝溪尘顿主 立刻吩咐苏舍 马上去查那个昆泽的名字 看是不是主君送过去的那个 苏舍只觉得后背已是冷汗层层 盲硬道 是 属下马上去查 哇 金主君 这可不是我不帮你了 蓝溪尘又望了望那昆泽 甩袖转身 回府 这 家主 主君还未到 苏舍脸上都开始冒冷汗了 怎么 你是让本君留在这里等他吗 蓝溪尘回头一笑 轻声问 属下多嘴 请家主恕罪 苏舍盲低下头 立刻去查本君要的东西 至于主君 就说本君上有钥匙 让他自己好好玩吧 说完便下了楼 说完便下了楼